二点,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,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。因为你自己的内心,你放不下。三点,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 四点,你永远要宽恕众生。无论它有多坏,甚至它伤害过你,你一定要放下。三,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 五点,当你快乐时,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当你痛苦时,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的。 六点,今日的执着,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七点,你何以又又爱,但不要执着,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 八点,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九点,你什么时候放下,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。